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音浪 欢迎收听KPMG知识音浪节目 我是主持人Peter 如果谈到2024年有什么趋势需要注意的话呢 我们相信整个数位市场和数位产业 在一开始就爆发出了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氛围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新闻很多的动态 首先呢OpenAI在年初的时候就发表了一个非常惊人的 短片的版本的SORA的这个影音的模型 那当中呢虽然只有一分钟的长度 但是大家看到了我们如果可以用文字或者是图片下指令的话 可以创造一个截然不同的视听的效果 特别是在没有任何人力的参与底下 到底呢2024年我们会看到哪些更多数位以及AI 在产业界在整个生活和工作习惯上面带来的改变呢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KPMG安侯建业数位长赖维燕 Wayne邀请Wayne呢 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数位的市场和产业爆发了哪些的新气象 Hello Wayne你好 大家好我是Wayne 很高兴来到知识音浪的节目 是我们如果从SORR然后从前两天马斯克放话说要控告OpenAI 这一连串的产业的变化来看的话 确实不管金融市场也好 不管是企业界也好 才刚开年不久而已 整个数位界的这个产业 它爆发出了很强烈的一个彼此冲撞的一个意味和改变 您怎么观察这样子的一些消息呢 其实从去年开始整个AI就几乎已经 我常讲的话就像一个柵栏 突然那个柵栏本来是围桌 那柵栏一开 整个AI就变成是一个 我们讲的是一个大乱斗的一个状况 我们讲大乱斗 其实几乎形成一个所谓的军备竞赛 那从这里面几乎是 你如果不发展AI 你的企业的题材如果跟AI没有做一些连结 好像你就会慢慢的走下坡 所以我常讲说你从股价股市来看 像台积电今天股价创新高 那NVIDIA大概从2022年10月以来 大概股价也涨了七倍之多 那科技对每个人来说 我想不管是企业来说或者是科技业 几乎是拥抱它已经是一个必要走的路 我们从像世界经济论坛他也提到 他在2023年的全球风险报告 他提到说全世界有非常非常多不确定的因素 低地缘政治气候人口老化等等 但他里面确实也提到技术会是一个解决 这个复杂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 是 所以可见拥抱拥抱科技是真的越来越重要 而且就像你讲的 这个如果你的产业趋势当中 你介绍自己的时候 如果没有提到跟AI或者说 跟相关的一些数位创新有关联的话 真的大家就会好像短时间内会忘记你的存在 对然后确实到我看到的一个好的一面是说 我常用一句话来形容天黑就出发 越走天越亮 那天黑的意思是说 AI现在这个科技技术 到底能不能够为你创造出真实的 所谓的财务效益可能不见得 但我们相信越走天会越亮 这包含我们看到这些科技公司 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去做迭代 举个例子我们来看 像以这几个科技巨头 Peter你知道其实他们在去年到现在 都还在做什么事 都还在裁员 那为什么要裁员 大家想说以微软为例 去年大概应该也裁了一万多个人 那为什么想象是说 他在AI这一块这个浪潮里头 应该得到一些财务的一些成果 那看起来相信是有 但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我们看到的是因为AI这件事的发展 他们自己也面临到 营运应该要越来越精实 也就是说我们常问到 AI会不会取代部分的工作 那我想他们自己在发展的过程中 自己也发现说 确实某些营运的一些 一些效率确实应该因为AI的发展而有所提升 是 对那另外第二个我看到的是说 他们同时也在思考的是 技术如何能够更平衡更务实 举个例子我们来谈谈是 这一些目前AI的程式码 AI的演算法到底应该开源还是非开源 我们都知道微软 OpenAI本身是以开源为宗旨而成立了一家机构 但微软跟OpenAI合作之后 微软本身引用它之后就变成是没有开源 就是绑定的关系 就是绑定的关系 可是你知道微软自己又投资了另外一家公司 叫Mistro Mistro其实是一家法国的公司 它本身是开源的 所以你看微软 即便是微软也两边都下注 自己也要思考说 这里面可能其中有一方 其实是有可能会胜出的 这是蛮有趣的一个观察 其实在您刚才提到这个技术的军备竞赛这件事情 然后大家彼此之间非常激进的 然后更新的频率非常高的去宣布一些新的技术 或者是一些试用版的时候 会不会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军备竞赛一样 他有一点太急着去展示自己身上的肌肉的那种感觉 其实会 因为在这过程中过于不急都不是很好了 但当然我也没有所有的标准 我们只能说看到有一些状况 确实可能就是有点超值过急 举个例 Google有一个演算法叫Gemini 它里面主要的功能是做图像的生成 那他最近就犯了一个错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开国元老 美国的国父是谁 华盛顿 华盛顿嘛那华盛顿我们对他印象就是他戴了一个 他的头发是白色的 然后他的他的形象就非常的端庄 那当然他是一个白人 可是Gemini后来犯了一个错误是 他把美国的开国元老华盛顿直接变成是一个黑人 戴着白色的假发 而且穿的是陆军的军服 那就看到是说 在科技这么蓬勃发展的过程中 确实很有可能会 一个不小心你就犯了一个错 而且这个错犯的当下 你可能自己都是不知道的 是在这些科技大头的这个军备竞赛当中 我们觉得有一个很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除了彼此展现能耐展现肌肉之外 这个冲撞是远比前几年的密度高很多的 当然前几年是疫情的期间比较特别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各家数位的巨头 然后不管是软体或者是硬体的厂商 他们都急着就像您刚才讲的 要让这个技术更平衡更务实 那他们现在所着重的这个商业模式 到底朝向一些什么样的方向 才能让自己看来务实一点呢 我觉得如果谈到他们的商业方向如何务实 应该可以去看他们的客户 也就是一般的企业怎么来运用AI这件事情 我想目前我所理解的企业在运用AI这件事情 老实说还有一段路要走 那我们从几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是说怎么样才算AI成功 如果一个企业运用AI 怎么样他算成功 如果我从最直觉的是赚到钱才成功 那Peter你认为大部分用拥抱AI的企业 目前有真的有从AI赚到钱吗 可能没有因为很贵 很贵嘛对不对 其实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 所以光是我们来看到所谓衡量成功的这个指标 目前也还没有一个所谓的公版 没有一个大家普世认定的一个价值 像最近红杉资本就有一个研究 他做一件事 他把WhatsApp IG抖音里面的所谓的活药率 活药率我们大概看的就是所谓DAU MAU 月活药率或者是日活药率 那他把它跟深层式AI的服务来做一个比较 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娱乐性质好像差很多 因为一个是拿来做事情的 一个是拿来打发时间的 没错 哈哈笑的 对所以这个其实从本质上这两个服务 把它比在一起就不在一个天平上了 你IG你上去的频度是多么的高 可是深层式AI大部分 就像我们知道深层式AI在暑假那个当下 整个的使用率是往下降的 为什么学生不用他做功课了 对 所以两边如果拿来比较就不太合理 所以这个指标这样去比我跟同事讨论也觉得是怪怪的 那另外我们确实也看到 企业也确实要去面对说在未来的两到三年内 AI的财务价值是不是他跟董事会必须要做一个比较好的沟通跟对焦 在我们KPMG内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是 企业认为未来在投入每一块美金的AI里面 应该希望能够在三到五年内都能够平均得到3.5倍的报酬 也就是你的一块要能够赚到3.5块 那这在零售业在金融业还有医疗的行业特别的显著 为什么呢 金融业我们都知道其实发展所谓的AI或者是数据运用 其实相对比较成熟了 相对历史也比较久了 所以他们对拥抱这个科技的ROI相对会比较财务导向 那零售业我们都知道这几年因为数位渠道的发展 大家都积极营的在思考之后 怎么要做更精准的客户营销 精准的客户管理 所以其实他们拥抱这些数位科技数据分析的技术 也都是强度是逐渐的增加 那医疗也是 医疗我们知道 医疗就像我们做生计制药 如果投入R&D的成本其实非常的高 那解盲我们都知道失败这个药就算失败了 前期的失败几率相当高 所以如果能够把AI在前面 比如说做一些DNA或者RNA这个排序 透过AI的演算法来让它的失败成本降低 确实新药的成功率是能够看得到的 所以他们对这边的财务回馈的衡量的机会 衡量的这种量化的可能性 就真的是大大的提高 是刚才Wayne提到说 其实每投入一块钱的美元 希望能够创造的是3.5倍的这样子的报酬 那我们如果回溯一下 其实前几年的时候 我们讨论的企业界未来的营运方向 应该是想办法上云 然后建构一个云端上面的一个投资的环境 那这也创造了很多半导体业的需求 但是到了这两年 我们除了上云可能已经变成一个基本的条件之外 我们又开始讨论AI的实际的应用 那老实说 企业的开销想必是相当大的 那我们如果一方面已经有了云端相关的 这样服务的这些支出 然后我们还要再考虑 AI相关的支出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让企业的整个营运能够更合理 而不是只有想到裁员一件事情 其实云端我想已经是标配了 对没错 我常讲说云端就算你现在不订阅 早晚这些服务商也不会再提供地端的服务的时间的问题 那所以这部分的成本 怎么样你能够去先理解这个云端科技 然后到拥抱它 然后真的能够透过驾驭它之后 能够得到一些成本的效益 我想这个是重要的 而且大家已经在这条路上了 那就AI这件事情其实有两条路必须去选择 一个就是开源跟非开源 那所以开源当然就是 如果是开源它是一个open source 你用这个东西是免费的 那以Google而言 Google其实就提供两种模型 像Gemini本身是没有开源的 可是它另外有一个叫Gemma Gemma这个model本身是开源 可以让你来做使用的 那企业常会问说 那它到底要用开源还是非开源 开源是免费 但有人说免费怎么样 免费最贵 为什么免费最贵 免费可能是你摸索它的成本会增加 免费可能是你会得到的 售后服务的资源 可能是相对没有那么完善的 甚至有人会说 因为免费 资讯安全可能相对的漏洞 也会是比较大的 所以开源跟非开源 本身也是一个抉择 这抉择背后除了成本效益之外 还有你打算怎么去拥抱这个数位科技 举个例子 我有金融业的客户 大家知道金融业很有钱 对吧 规模大 对规模也大 那他们是有资格可以用非开源 就是他购买 他购买微软的服务 但他们会特别会 把团队分成两组人 一组人就是专门去研究开源 一组人就是专门去研究非开源 其实跟我刚刚讲 微软那个例子是一样的 他们会觉得 未来这个科技的面向 也还没有一个定性 那透过这个过程中 去拥抱两种可能性 也给企业一个 无限未来的可能 是 那老实说 我们在前期 在沟通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我们今天在跟Win聊天的之前 好像看很多的财经新闻 产业新闻的时候 好像是开1.5倍速 在了解这些产业趋势 因为每天出现的频率 实在是太高了 今天有AI 后天又有AI 新的动态 好像有点目不暇击 特别是我们看到了 语音转生成文字 文字转生成影片 甚至是像Sora 它可以号称 用图片的指令 就可以生成影片 那对于很多的工作职务来说 包括了演员 编剧 这个美术 他们的威胁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2024年 我们可能会在哪些的面向看到 AI对于技术 对于趋势产生很显著的影响呢 这边给大家一个参考的数据 经济学人最近的一个报道 他提到是说 模型最重要的就是算力 那算力早期我们在谈半导体晶片 它是摩尔定律 那到了演算法这个年代 谈的就是算力 那经济学人提出是 算力每到六到十个月 就会翻新一倍 而且训练一个大型的语言模型的成本 其实也会逐渐的去做降低 但老实说 他一个训练的这个规模 都还是要上亿美金以上 那象征的也是说 一个企业不太可能 几乎我可以说不可能 你不可能自己去拥有一个这样子的脑袋 这些脑袋应该就是让这些科技巨头 来把它变成一个服务提供给你就好了 但我们确实在未来会看到 有很多很多的小帮手会出现 小帮手就是说 我不需要一颗全面性的脑袋 我只要把这些脑袋 区分成各种不同的用途就可以 像Sora他本身在影音这块 就真的非常强 那Amazon有一个叫Base TTS 他很厉害就是文字转语音 这块他也很强 那我常举个例子说 你去送Uber不需要开战车 对吧 对 战车那么贵 战车又会撞到人 有些人骑脚踏车 Let's see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说 未来应该会出现很多很多的任务型的小模型会出现 号称就是企业的福音来了 你很有可能会有机会 能够用比较低点的成本 来拥抱这些AI的科技 因为打成一包很贵嘛 那如果是20个30个小城市的时候 小包小包的来买 就很便宜嘛 因为你不会每个都需要 对我们以前那个城市开发年代称之为小飞机 所以说AI的小飞机年代可能也已经来到了 是 那最后呢我想请教一下 Win 我们在谈到了小飞机的年代的时候 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哪些真的已经把AI开始成为它自己应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而也真的是节省了人力 节省了成本 而且让效率运作更顺畅 然后更省时 它有哪些例子可以给大家认识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再细腻一点 我把它拆解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工智慧有分等级嘛 有分强人工智慧跟弱人工智慧 那我会说真正强人工智慧的广泛性运用 现在还没有 我们目前看到会比较是单点的在做试行 试行的背后有点像是企业自己内部的所谓的sandbox 我想要去知道这个技术的美丽与哀愁 这个技术到底会有一些法律上的限制 会不会造成一些客户体验上的落差 可是如果谈到所谓的弱人工智慧 比如说有一些tool像是robotic的process automation叫rpa 这个是只要你能够把企业内部的流程给规则化 这个弱人工智慧的机器人就能够帮你自动化的去完成这个工作 想象起来这样 我们都用excel macro的经验嘛 那这个macro是要你要coding一堆 现在不用 只要你透过这样的一个所谓弱人工智慧的机器人 就能够把它跟你的工作去做一些结合 达到一个比较容易的人机协作 那如果是这个面向的运用的话 我认为目前已经算相对广泛跟成熟了 我们其实在探讨AI的时候 大多数我们探讨的都是机会 很少人探讨威胁和风险 但威胁和风险绝对是同时存在在AI的进程当中的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Wayne 到底2024年会有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关于AI的风险 或者是隐忧吗 对谢P的我觉得这一题是蛮好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刚也提到说我的一些大型的企业客户 在做一些单点的专案的试行 其实他们试行的部分不见得是做进攻端 有很多都是针对这些法装面 针对AI怎么让它更符合安全性 来做一些专案的一些试行 那我们这边大概有针对AI的一些管理跟治理 有提出非常重要的12点的原则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全面的一一介绍 那我大概把它终成成几个比较重要的关键 第一个是你必须慎选你的AI的试行的专案 我常讲说试行的专案目的是去测试一些 一些事情的极限 可能你测试法尊 那也很重要的是 让大家在试行的过程中产生什么 产生信心 产生信任 让企业内部的人知道是说 拥抱AI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难 那再来很重要的第二个关键是 资料其实是AI最重要的燃料 如果资料的收集没有到位 其实你的演算法再厉害 出来一样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它会是一个垃圾 所以是基本功 是基本功 所以我们会说 如果你要谈AI的治理 你一定要谈资料的治理 资料治理如果没有把它做好的话 其实AI是会荒废的 那第三个是你必须要思考的是 你的战略合作伙伴到底是谁 我刚刚也提到是说 你不可能拥有吃这一餐去养一头牛 所以你的哪些关键技术是要自己拥抱 哪些关键技术 或者是现在你没有办法自己拥有 你可能要委外等等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最后一个是建立很好的一个组织的架构 你的战斗队形 过去企业从来没有针对AI去设计 对应的战斗队形 刚刚聊到即便是法尊或者是资料的治理 AI的治理 谁来为这件事情负责 否则我们的报告告诉我们 很有可能你催出去的体验 会让客户对你的企业信任度 反而会因此得到下降 所以这几个环节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我们其实有一份报告 专门在讲这里面的一些方方面面 那大家也可以循着我们今天的连结 会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其实今天在问你的介绍之下 我们对于2024年已经看到的 AI的爆发性的这样子的趋势 以及企业在导入 然后在实际考量如何应用AI 去做更好效率的时候 都看到了一些基本的原则 还有它可能发展的一些方向 如果接下来有更多的一些AI的新闻 或者是动态跑出来的时候 我们相信我们都会随时找 Win给我们最新的见解 跟深入浅出的一些介绍 今天非常谢谢 Win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 KPMG知识音乐节目 让我们下一期见 谢谢 拜拜 拜拜